中共高超音速飞弹背后使用的软体晶片一大来源可能就是美国 为了进一步遏止中共发展军事现代化 美国商务部准备再将43家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的实体清单 当中总部在中国的有31家 5家来自阿联酋等地 名单中包括支持中共超级电脑运行与高超音速研究的中国航空研究院与上海超算科技 另一家先锋服务集团同样因为采购美国原产项目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 同时培训中共军事飞行员并从事威胁美国国安活动 名单中北京瑞源文德科技与新疆科华核续生物科技 涉及采购手机检测软体与指纹分析技术向公安机关分销 成为中共侵犯人权的帮凶 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 美国必须阻止中共获取美国的技术与知识 防止中共实现军事现代化 新唐人亚来电视直前李赵婷玉整理报道